粉底液和隔离霜的使用顺序 粉底液和隔离霜的使用顺序是 先用隔离霜再用粉底液 在肌肤上涂一层隔离霜 之后使用粉底液可以很好的均匀肤色 使得底妆更加清透自然 隔离霜是护肤品的一种 因此可以直接接触肌肤使用 而粉底液并不是 它不可直接接触肌肤 在使用粉底液之前需要使用隔离霜 用过隔离霜后可以很好的隔离紫外线 彩妆等各种因素对肌肤的伤害 除过隔离霜之后 相当于在肌肤上建立起一层保护层 能够防止肌肤受到伤害 如果使用粉底液时忘记 涂抹一层隔离霜 肌肤毛孔就会很容易被质地 厚重的粉底液堵塞 从而引起不必要的肌肤问题